大熊提波尼挡下致命一击 一发名为父爱的霸气拳头 挥向老土星 海贼王1103化再次创造了全新的海贼名场面 也给我们留了几个小谜团 最明显的一个 就是谁在重重包围之下给陆飞送的食物呢 说出阿旺的想法 你一定不信 阿旺觉得首选是波尼 这事还要从波尼的能力 一个奇怪的点说起 他可以改变自己的年龄 小孩少女老太婆那是得心应手 他可以改变他人的年龄 慌发吹条游刃有鱼 这些还都符合我们一直以来 对这个恶魔果实能力者 他的效果的理解 但奇怪的点就是 他可以改变自身的形态 这拳头都扭曲成这样了 这算怎么回事 这和碎碎果实和改变年龄 他有一腿毛的关系吗 还真扭一腿 当陆飞登陆弹头岛遭遇陆奇等人时 开启舞蹈开干时 老辈解释了恶魔果实的原理 一切因怨而生 恶魔果实实际上就是人们所追求的 人类进化的可能性 如果能这样就好了 如果能那样就好了 人类的未来复杂多变 其尽头便是能力 能力者其实就是活在人们 所想象所描绘的 多重意思元中的人 这个伟天安排老辈说的这段话 很磨叽 很难理解 R旺翻译翻译就是 草魔用力想变成什么样 就可以变成什么样 说的正能功能一点 可以说是吸引力法则 你的信念足够强 你深信不疑能做成的事就会做成 因为你强烈的信念会影响你的行为 这个道理认知 放在这个漫画中 即强大的微信之力 可以将想象化为现实 所以才有解放战士尼卡 因为奴隶们实在是太苦了 他们太想要一个太阳神尼卡 来解放他们了 他们的内心的渴望之力 心里的信念之力 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尼卡果实 他就是真实存在的 还跟长了腿似的 躲着世界上服 也正因此我们看见波尼第一次出门的时候 面对第一次实战 他想起的是 大雄说尼卡有橡胶特事 能凭借想象随心所欲的战斗 看吧 还是想象 而波尼呢 他是个小孩子 五岁就被保护 就被关在了密闭的教堂中 还没有其他认知的时候 还是一个纯纯的白纸的时候 就被大雄讲述了解放战士尼卡的故事 他也曾弱弱的问 尼卡也能让我获得自由吗 他爹大雄回答说 酷当着火 当然了 所以细看直下就会发现了 伟天他是分了三步 讲述了这个概念 一 让老辈先说果实能力 是人们的意念 想象力的产物 二 告诉我们 大雄有信仰 有强大的尼卡信念 还传承给了波尼 三 萧萧波尼在封闭环境中 没有其他认知的时候 从小就尔入木战 全是尼卡 所以他靠着强大的意念和想象力 可以用出威力十足的扭曲未来 如尼卡一般的未来 那么有兄弟就问了 波尼的信念之力都这么强了 大雄的信念之力也不弱 大雄怎么没有变化出其他的尼卡的姿态 你说的关键点了 兄弟 因为刚才说的这三步中 最关键的一步操作就是 波尼因为轻与临病被关在了一个封闭的环境中 为什么这一步这么关键呢 因为老土星在解释波尼的能力的时候 很直白的说 你的能力是我在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做实验赋予的 可以让你变身成任何未来姿态 可当你认清越多的现实真相 你能选择的未来就会变得越少 你的能力那就是他一相信他二一 他就废废了 翻译翻译老土星这句话 就是随着人长大 想象力信念之力会变弱 那家里有孩子的 或者是经常接触小孩子的 应该知道吧 孩子的想象力可比大人牛太多了 还有你小时候有多相信光 你还记得吗 所以说在封闭的环境成长的 深信尼卡存在的小孩子的波尼 他的纯真信念之力 才能将想象中的尼卡化为现实 才能借到尼卡的力量 可是现在挥出如尼卡般的扭曲未来一拳 又为什么变弱呢 老土星说 因为你不再相信尼卡了呗 那波尼就立即反驳 这简直危言耸听 尼卡是存在的 自从你们把父亲变成机器那天起 我就一直在找他 希望他能解放爸爸 看吧 老土星他并不知道 波尼有多相信尼卡 有多想用尼卡解放他爹大熊 他不知道他救大熊的意念之力有多强 就像老土星自己说的 让我去理解重疑的情感吗 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 对呀 情感深厚 所以意念强烈 强烈的意念 催发出来的辉弘的想象 赋予了波尼尼卡之力 他高高在上的老土星 他不理解波尼大熊情感有多强 就像有些也不理解 我们996和007的不异 就像何不识肉迷那句话 就约等于老土星这句话 你变弱了 你就不相信尼卡了吗 因为在老土 当他的认知逻辑中 随着岁月蹉跎 随着对现实世界认清了太多太多 可选择的未来就变少了 这是老土星这个人物的一个小小的闭环 可是波尼他没有不信 他的信念没有动摇 但波尼攻击的确变弱了 或者说波尼的尼卡之力变弱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力量是相信尼卡得来的 是尼卡赋予的 尼卡现在就躺在那里说 我要吃肉 于是波尼这打出的尼卡一拳的力量 有一部分他就立即变成了食物 就和把老魏的年龄戳成了小行星是一样的 这就是如尼卡一般的未来 那么我们也试着用一下相信的力量 我们先相信 波尼的一拳的一部分能量可以转换成食物 我们再回看这整整一夜分镜的设计 路飞身边出现食物的时候 就是在波尼挥出这一拳之后 而且老土星近在之时 谁带这么多食物扔下来又跑了 他能发现不了吗 还要等路飞开吃了才发现吗 更何况是在无数海兵的重重包围之下 更何况是在老土星的阵法 谁都动弹不了的情况下 这些食物他只能是突然出现的 然后总结来说 是波尼间接给路飞的食物 因为尼卡此时也需要尼卡之力 波尼的尼卡之力变弱的那部分就变成了食物 当然这是因为阿旺信这是波尼 所以说是波尼 如果大家也一起相信波尼 没准下一话就告诉我们还有真实波尼 当然了给路飞送食物的其他的人员 还有什么烂尼卡里布 乐子人方圆 纳绝境乌色谱 高科技的那些光影小人等等等等 那么你觉得会是谁呢